甲醛最后量出来还是超标 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使用材料的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百设计Q&A 我是Valia 一百设计Q&A每个星期五下五点钟 都会帮大家更新一支影片 内容除了介绍好看的试炼设计之外 当然还会帮大家解答很棒的这个装修知识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 你记得赶快按下方的订阅钮 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什么呢 其实要跟大家聊聊 大家一定非常在意的甲醛问题 只要有在装修的你 一定都不会陌生这个词 那专业的领域呢 就一定需要专家来解答啦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 对室内环境品质 还有绿建材等有相关研究的 台北科技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邵文正来为我们解答 主任你好 发料好 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其实今天请主任来啊 就是真的想请主任 帮我们好好地呢 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甲醛 以及其实我们在网络上 也搜集了蛮多关于除甲醛啦 或者是对甲醛的一些认知 也希望主任通过这一次的机会 帮我们破除一些迷思 到底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正确的哦 那在开始之前呢 可不可以先请主任跟我们聊聊 到底甲醛是什么呢 甲醛其实我们早期在研究的时候 只知道它是一种毒性化学物质 它基本上它是有刺激性的 可是它没有颜色 那我们都会把它添加在材料里面 尤其是我们的木质材料 那甲醛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都会遇到 从建材家具啦 或者衣服上面可能都会有 然后它是一种化学的添加剂 加工制造常常都会用到 有的时候食品也会用到 通常是用来做防腐啊防潮啊 那其实我们在制作标本的时候 用的37%的容易哦 俗称弗马琳娜 它就是甲醛 你刚刚讲到说 甲醛它其实对我们的人体 有一些危害 那这个危害 如果我们真的不注意的话 它到底会造成人体 大概多大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呢 是甲醛最早它是在ILRC 叫做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它在分类上面 它在第三群组 属于毒性化学物质 已经确定在2006年公布 它是一起致癌物 所以我们在室内环境中 就不应该再让它存在 这么高的浓度 所以我们在台湾 就会有一些管制甲醛的限制 当然甲醛它其实在我们呼吸的时候 它会进到呼吸系统里面 那它就会影响到 我们呼吸系统的细胞粘膜 接触的皮肤 眼睛 大概都会受到刺激性的影响 这个甲醛如果它在室内 有一定的高浓度的时候 是我们人立刻走进去会有感吗 其实闻得到比较高浓度的甲醛 它是有刺激的 尤其是我们眼睛会流眼泪 那我们过去其实常常忽略它 因为我们在新装修完了的空间 我们把它当作新房子的味道 尤其在早期 我们在做室内装修的时候 很多木工师傅还会告诉你 这个有一些辛辣的味道 其实那才能够取宠 这是错过了 那后来我们就证实那就是甲醛 原来如此 所以刚刚提到说装修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板材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甲醛吗 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请主任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这些建材里面它有这些甲醛 它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一个标准值 甲醛通常会出现在比较高浓度的状态 是因为我们板材用太多 最早让我们测到比较高浓度甲醛 都是从板材类液散出来的 所以当然我们在县制上面 就从两个地方着手 一个部分是在我们室内空气中 希望让它甲醛浓度不要太高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推动了甲醛浓度 不要超过0.08ppm的标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材料的控制 因为它的来源就是建材 所以我们叫做来源端控制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板材类其实是应在推绿建材标章 那绿建材标章就控制它的一三两 其实我这边也想问做 因为刚好我自己身边有个朋友的例子 花了好几百万装潢 那它也选了有符合规范啊 符合标章这样的低甲醛这样的一个建材 但没想到燕污的时候 发现这个甲醛室内的浓度高达0.38ppm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规范式0.08ppm 是有一点差距的哦 为什么它也选了符合规范的 它还是超标 OK 我们对于甲醛的控制从材料的部分 都鼓励大家要选用绿建材标章的产品 绿建材标章是我们国内在推动 甲醛控制液散量 有做实验室检测的一个标章的产品 甲醛最后量出来还是超标 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使用材料的量 那我们把它称为负荷率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材料在同样的空间中 如果买了很多虽然是合格的材料 但是它总累计量 可能还是会超过我们室内0.08ppm的量 哇 原来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今天主人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解答 那主人这边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绿建材会是会有什么样的规范 这样子 我们在台湾的绿建材标章有四个指标章 那健康绿建材标章是唯一有分等级的 那它的等级分类是从E1,E2,E3 其中最干净的标章应该是E1等级的 甲醛浓度最低 TBOC浓度也是最低的 那在日本它也有材料分等级 也是使用液散率 它在做分类 那它是有F2颗星 F3颗星跟F4颗星 那它们的等级是四颗星是最高等级的 也就是相当于台湾的E1的等级 但是对于甲醛的分级 也不是只有液散率在做控制 我们还有经济部的F1,F2,F3 这三个等级在做分类 但是这个分类它没有特定的标章 它是使用含量的分类 那做法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在材料里面含有甲醛 对我个人来说不是那么样的担心 但是我担心的是它的液散量 所以我们在台湾跟日本来说 都是使用空间液散量 当作控管它最重要的基础 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会有一个标章 那这个标章它可能在民众选用建材的时候 它是要在哪里找这些标章 其实是到台湾建筑中心的资料库 它就可以搜寻到 这种已经通过的标章的所有的材料 是说连品牌厂商都可以找得到是吗 理论上都可以找得到 它是公开的一个资讯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个观念 标章是有一个有效期限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应该要续约 然后让这个标章维持是有效的 回过头来刚刚再请教主任 你刚刚讲到量 那这个我们装修的这个量 我们怎么去控制 我们在绿建筑标章的这个精神之下 不是绿建材 是绿建筑标章 它其实在第七指标里面 在讲到装修量的时候 它不是鼓励大家太大量的装修 应该就是少量装修 或者是基础装修 这样能够比较保障大家的健康 因为装修量越大 它的液散量总是越大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 是鼓励大家使用低甲权的建材 比方说F1等级的 或者是在E3那样就比较少的 在绿建材标章 选用E1等级的这样的材料 可能在装修之后 操标的几率比较相对的低 是这样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除了木建材之外 也是有一些可以取代的材料 是的 我们材料的分类 其实在目前我们研究上面 比较传统的材料都是会有E3的 我们叫做会有味道的材料 那其实还有一类的材料 是叫做零液散的材料 它不见得有标章 但是它可能完全都没有液散 那还有另外一类的材料 其实它不止没有液散 它还可以把你空间中 有液散的化学物质浓度 会帮你做捕捉或吸附 那这个叫做吸附型建材 这个在日本也有 灰糙土 类似这样的材料 算是其中一项 那再来就是想要问这个主任 就是一般民众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去计算 是这个 我怎么知道我选这个建材 我这个瓶数怎么样选会过量 预先知道甲醇浓度会产生到多少的量 那有点困难度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协会 有在推动有关于绿色设计师的证照制度 那包含叫做绿装修的认证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拜托绿色设计师 他们就会去稍微计算一下 我们这些装修量的材料可以得到多少甲醇的浓度 明白 所以如果说您对于甲醇其实是有蛮多疑虑的 其实就可以去找这样的一个绿色设计师 他可以透过在前期规划的时候 就可以先帮你简单的计算出您的这个甲醇 有没有超标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了解 那我们下一集还会继续聊一下 关于这个观众对于甲醇的迷思 如果我们要去做甲醇的工程 该注意哪一些呢 下集一样我们会请邵主任 那大家不要忘记收看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